盲人律师 李正宏不敢眼盲 而只能在法律事务所内 被指派做文书处理的工作 他极力争取参与诉讼 却总是碰壁 某日他终于接到一件民事求偿诉讼 但没想到这案子的辩护律师 竟是他法律事务所的老板赵定邦 他若帮了原告 那又该如何面对他的老板 而更难的是 这案子不是一般的官司 他近事件原告人数高达531人的 跨国集体诉讼 李正宏连单人官司都没打过 又是一个盲人 他该怎么打赢官司